大家好,我是王光荣 这节课程我记得上一节课的经验类型转换讲 上一节课我们讲的是类型转换 接下来这节课我们讲的是经验类型转换成C类型 首先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 思考的问题是 什么情况下经验类型 我们会把它转成C类型 一般用于的是这样的 Java生命了一个本地函数 而这个本地函数有参数 当我们去调用这个本地函数的时候 我们Java就应该传一个Java类型的时差 而这个尤其是本地函数 所以真正执行的是C函数 而C函数采取的是JNA类型来接收到的这个Java的数据 所以这就在C元函数里面就出现了JNA类型 而这个JNA类型 我们在C函数体里面要去使用它 方便的使用它和C结合起来 我们就应该把这个参数接收到的这个数据 通过JNA类型接收到的数据 那么由于它是JNA数据 我们再把它转成C数据就是这样 当然这个理论之前也讲过 这二节课的内容呢 封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Java基本数据类型对应的JNA类型 怎么在C函数当中把它转成C函数 看一个PPT 先复习一下Java变量与Native变量的这个 它这个Native变量实际本质上指的是JNA变量 JNA变量 你看Java的基本数据类型 是布尔接布尔 这个Native类型其实就是JNA类型 布论接布论 Bite接Bite Chair接Chair Short接Short Int接Int Long接Long Flot接Float Double接Double 后面这是对应的C类型的描述 我们就要根据这个描述 到时候来做 这三者都要把它给结合起来 怎么结合呢 我们用实际的事例来进行说明 你看这有一个特例 这里有一个本地函数的声明 Private or Native Wide Show 后面是参数 这八个基本数据类型全部用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当然对应的C函数应该怎么去 C函数就应该有 也有应该有这个八个对应的JNA类型来接收到 接收到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转成C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完成的 这里就是一些转换的过程 我们直接写例子吧 可以把这个函数呢 我们拷贝一下 不 等会再来拷贝 建一个项目 还是用这个最基本的模板进行粘贴 ndk test 现在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去声明一个C函数 声明一个本地函数 为了节约这个上课的时间 由于这个代码也不是很难 只是理论稍微难一点 我就把这个代码复制过来 这就是一个基本数据 这是一个本地函数的一个声明 这是一个分号 本地函数 那我交往里面呢 先去调用这个函数 由于这个配置文件 布局配置文件当中 有一个按 我们就把这个按钮取出来 设置监定器 然后点击 监定器 点击按钮 调用监定器的函数 然后我们就 然后接约器的函数里面 再调用秀函数 这样对照的去调到C函数 我们就把这些参数全部传给C 然后C呢 用GI接收 把它转换成C类型 就是做这么一个功能 bot btn.nase.finalViewById r.id.btn 强转 btn.c.unclickless 单情内当接约器 所以单情内必须实现 接约器接口 然后实现接口就必须重启接口的抽签方法 在这里边我去调用这个 调用我们的本地函数叫修函数 这个修函数我们传唱就传得多了 你看有这么几八个传数都要传 布尔吉就传处和force 要么传处要么传force 比如说我就传个处吧 byte类型 给它洗个1吧 byte类型 当然这个洗出来是有问题的 因为1的话 它默认会把它当成是 inter类型 而byte类型要比inter类型要小范围 在胶板当中必须要进行强转 在c当中可以不强 这是short类型 short类型也跟byte类型一样 我们要强转成short 这 a4 a4是int类型 你直接写int就ok了 比如说写个3 这就是int类型 5是long类型 长整形 那你就写个长整形 当然这个它还是int 我们这样给它交一个l 它就是长整形 就是lone型 nfloat是五点型 就是i6 这个我们就给它写个五点型 这个是double类型 你要后面交一个f 它才是float类型 这是double double的话 我给它传一个double类型 当然这个可以 这个它默认就是double类型 当然你也可以 直接交个d 也是double类型 8是一个 很short类型 short类型很想象是字符 我们就传一个字符 比如说a 就这样传回去 我们知道要调用这个函数的话 我们还得加动态库 还得交载 先交载动态库 我们还是采取以前所讲的办法 用静态 用静态代码块 保证让它最限执行 执行的代码是这样的 load system 一个静态方法 load library 动态库呢 我们先给它起个名字 点火我们住动态库 就要用这个名字 这是必须的 比如说我们一起去麦子 这就是加载动态库 lidmz.so 一切完毕 现在运行要报错 因为我们真正的这个动态库 并没有住出来 要住出来 我们知道运行就可以 对 跟之前讲 第一个测试例子一样 我们住的时候 我们可以照着第一个例子来 你看 先怎么样呢 先去 创建一个 gni的一个 五年角 这个五年角 名字要固定 然后在这里面就去 写c元函数 c元函数名 是可以任意指定的 比如说这次 我就换一个名字 写成test.c 在这个c当中 我之前说过 有一个固定的模板 我们可以把这个模板 逃过来 然后改就改什么 函数就行了 前面就固定就这样 改就改函数 那这个函数 我们根据 之前所讲的 函数注册的 函数注册的特点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写 先写的是 这是我们的 本地海中 我先考过来 然后我们也好 对照一下 它的包名呢 我们也先考过来 这个包 包 然后再把这个 类名类先考过来 Ctrl-C Ctrl-V 就这样考过来 我们对比一下 该怎么写 首先 我们应该写返回值 这里是Void 所以我们就写一个 Void返回值 然后应该写 固定的交易开头 然后写上的是包名 Ctrl-Mai 那包名的点 要变成消化线 ACT 然后 过了应该是 这个 本地函数所在的 类名 然后过了 再交上我们的函数 就这样写 中间呢 先 但我们没写完 还没写完 中间 最先开始 应该 首先考虑到两个参数 应该是 J Ni ENV 的一个指针 这个函数被调的时候呢 这个环境会自动 把这个传给 它是 调用GNi函数的入口 这些GNi函数 就是在这个同意间当中的 第二个参数 是J Object 这之前一讲过 这个表示 调用 这个指针呢 它是指向的是 调用该函数的 交往对象 后面有没有参数 就看你的秀有没有参数 秀里面有多少参数 我这后面就应该叫多少参数 但是必须要对照起来 这是GBloan 这是Bloan 这里就叫 对照的是 G B O O E N Bloan 等他忘了的话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A1 换一下函 换函 就不论 A1 然后byte 对应的是 J byte A2 Short 对应的是 J SH O2 Short A3 然后 INT 对应的是 J INT A4 Long Long 对应的是什么 在C里面 有可能有两种 一种就是Long 还有一种就是Long Long 类型 这个形成Long Long还是Long 之前讲过 就是说要看你的 看我们的什么东西呢 看我们的操作系统 你此时 你此时你这个操作系统 是什么 32位的呢 还是64位的 应该是这样去思考 那么我这台电脑的 的确是64位的 所以说我们那边就直接写成Long 当然 这是对应的声音员描述 都是写成接浪 都是写成接浪 就是不是写成Long 这是搞错了 写成接浪 不管怎么样 都是写成接浪 只不过说 它在64位系统里面 接浪表示64位 在32位系统里面 接浪表示32位 当然都是表示整数 这是A5 我们再看这个 再换一行 再看这个A6 是float 对应的是接float A6 然后还有后面是接double A7 最后一个是chill chill对应的是接 chill A8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就全部就这样 就把参数给洗完了 为了一页 可以大家一起看得到 我们就把这个函数 换一换函数的参数 这里边只是一个函数的参数 要接受8个参数 我当然应该是10个 这两个是本来就有的 你看 这我们的jni类型就产生了 就jover直接 这jover就直接把这些整数 以及这个布尔类型 to 就直接传给谁了 一调用这个秀函数 它实际上就会把这些 所有的时差 就全部传进到 c元函数 因为真正执行的函数 是这个c元函数 这里边我们就来 一个个的进行转换 不论用什么来接收 不论接收的时候 你要看描述 看这个描述 不论实际上对应c语言来说 就是onset的chart 所以你这个地方转成c 转成c的时候 实际上 你就这样洗一下就ok了 就是on3072 直接就可以接收了 比如a1 a1 就是a1 这样就转成c了 这就是一个c类型 方便使用 要不然 你看到这个什么joverlearn 别人也不知道什么类型 是吧 你要转成这个c类型 然后你再交给其他的c元程序去写 然后他才看得懂 第二个byte byte的类型描述是 在c元的 jbyte对应的c元类型就是chart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 把它转成 直接用chart来接收就可以了 因为它 它本来就是一个东西 只是名字换了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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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a2 就这样就ok了 这对照表有点多 那这样洗代码的话 的确有点太慢了 我们还是 要浪费时间 我们还是把这个 直接烤过来 干脆把它直接烤过来 一起看 啊 这样就行了 当然这儿好像写的跟我刚才写的有点不一样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a1是 blown类型 就这个是blown类型 它对应的c类型 从这个pbd上可以看得出来是 是onsetchart类型 onsetchart也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整数啊 这样是整数 那么在c元当中 我用一个更大的整数来接收它 所以肯定不会错 你可以在这里写这onsetchart 当然我用更大的int 让它这种转换 这个是可以的 接byte byte它对应的c元描述的就是chart 就这样接收 short 占两个字节 它对应的c元类型其实就是short 就这样接收了 int 它其实在c元中就是int gint 在c元当中就是int 所以就这样直接转换 而这里的glown 哎呦 这儿有点奇怪 这里呢 在我 我这儿 这个地方到底写成lown 还是写成一个了 就要看你的操作系统 是64位还是32位 如果说你的操作系统是64位 那么这个glown 就应该是64位的整数 不 这个肯定都是64位 不管怎么样都是64位 那由于这个就是64位 所以前面接收它的东西 就应该是64位的一个整数 那么lown呢 在32位系统里面就是64位 如果说这里是32位系统 我的电脑 那么这里就应该写成lown 当然很遗憾 我这个电脑是64位的 所以说64位的电脑里面 lown本来就是64位了 跟这个是一样的了 所以这里应该去掉一个lown 有一个lown就ok了 好 同样的道理 接float 这里就直接写成float 接double 这里它对应的c类型秒数就是double 接72 它对应的c元秒数就是什么呢 on side on side short 应该这样 因为胶本当中的chir呢 它本身就占两个字节 本身占两个字节 所以这个接chir 它本来跟胶本的那个chir 对应起来的也是占两个字节 并且胶本的chir它是无符号的 所以这个也是无符号的 那我们就去想一想c元哪个占两个字节 就是short 再加上一个无符号 好 这就是一个理论啊 当然也可以 你理论搞不清楚了 你可以先对照这个表 对照这个表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反正你用这个对应的 对应的这个c元类型 来直接去定个编略 来接收这些经验类型就ok了 就是这样 这样就转换完了 转换完之后能不能成功 我觉得还要去导印出来进行测试 导印一下 这里有一系列的导印 把这个代码 就不担费时间了 因为实在是太简单了 就这样 把这个CA1 CA2 CA3 一支到CA8 把全部进行导印 全部进行导印 这个呢也体现出我们的 这里同时呢也反映了一个特点 我们的这个LOGI 以及另外一个LOGW 它实际上就跟我们的Plant4使用一样 使用是相同的 这就是我这个Define 做出来的一个 一个函数 当然真正的函数实际上是掉到后面的函数 导印出来 我们去看一看它的值是否相同 当然这个值呢应该是不对的 要看我们的Jover传仓传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值 才可以 我们Jover传仓是传了这么几个 我把它拷过来对比一下 Jover传仓的时候呢 这个传的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Jover传的是TOO 那传的是TOO 这个CE接收到的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 很多人刚开始都比较迷惑 说Jover是TOO和FORCE 这里可以这样来形容 如果Jover传的是TOO 就是Jover的布尔值 它这里的G-Bloin 接收到的是Jover的TOO 那么实际上 这个值就是等于 就是这个值哈 就是一个E 如果说Jover传的只是FORCE 那么 这个值 其实就省定 就这么简单 由于Jover 我看 传的是TOO 所以说这里应该 值应该是E 这Jover呢 为第二个传的参数 它是 传的是E 所以这个值应该也是E Jover传的是2 所以这个应该是2 Jover传的是3 所以这个值应该是3 Jover传的这个长整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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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长整数它传到23 所以这里的值呢 也应该是23 这么传的伏点数是23.234.23F 那么这里也应该是23.234.23 这么一个值 同样的当年 这个值 还有一个字符 这就是A 就这样接收 但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不是有点奇怪 这个是C元基础 C元里面的72类型 它 表示字符 那我用Short 能不能表示C元的72类型呢 肯定是可以的 Short 范围都在72类型 比72类型还大 你的72类型 本质上也是个整数嘛 你打出来是不是字符 关键看你这个 你的你前面的这个格式 是不是对的 而它的使用 就跟Printful使用 是一模一样的 这些格式也是一样的 长整形 整形 弧点形 长弧点形 Dublish 这个是D 是 A8 而且 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 对了 没有问题 这个接收到的是一个字符 也就是传到A 那么 字符传的是A 所以这个A8呢 应该就是A 这里对A8 导了两次 第一次是以整数方式打印 那么A呢 本来就是65 然后 这里导出来是A的字符 是因为前面用C来控制的 C元准备就绪 接下来就是我们去 把这个C元的函数 把这个C元的函数呢 把这个C元的函数呢 把它给打印出来 而不是把这个C元的函数库呢 C元对应的动态库把它给做出来 那根据前面讲解的开发步骤 我们应该先使用一个配置空间 我现在把这个配置空间 Ctrl-Ctrl-V过来 打开进行修改 要修改的东西 就是修改动态库的名字 那我们看一看我们动态库 到底想交代什么名字呢 麦 麦子 所以这个地方改成麦子 要不然那个交代动态库找不到 下面一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C元的.c文件 就这样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的事情 是根据以前说的步骤 是把这一个拷贝到 拷贝到这个 ndk目录当中 但是我这个工作空间 本来就是在ndk当中 所以我这一步就省了 我就直接进入ndk 然后呢进入这个项目 然后就可以用命令生成动态库 所以重复了之前讲的一个过程 c盘 d盘找到我的cygwin 找到我的这个 这个 文件运行起来 先进入 这就进入了ndk 然后进入本项目所在的工作空间 ndk test.1 再进入工作空间的我的这个项目 我们先讲ndk test.2 然后输入命令 这就进入我的项目了 你看现在这个进入我的项目了 输入命令 直接发号ndk ndk build 回抽 好 我们这里 在 把了一个弄成动态库的时候呢 出了一些警告信息 我们可以看出这里好像是说 浪浪行这个有点问题啊 好我们 看到这个有一 稍微有点些问题 我们 根据这个提示呢 去看一下 应该是这个类型啊 save 这个是浪行 这里没有必要使用 百分之 ild 就是 百分之 ild ild表示长长整数啊 就用ild就ok了 这样的话我们再来去 重新 去执行这个命令 现在就没有警告了 好说明我们成功了 那 根据以前所讲的 我们这个项目首先要刷新 刷了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动态库其实就已经生成了 lib.so 那么再看一看我们的代码 你看 首先叫它动态库 lib.so 好 这个代码最先运行 然后呢 这个地方点击按钮之后 这就调用修函数 修函数就 执行了 实际上就执行了 动态库里面了 这个修 好 我们把这个项目进行运行 看一看打印出来的这些结果 是否正常 好 在看导印结果之前 我先把这个信息清空 然后 我们点击按钮才会调用修 点 看一看有没有成功 成功了 1 1 2 3 2 4 3 全部成功 没有问题 这就是再点一下 也一样的 你看这个 A8 这个接受到的是A 以整数方式导印就65 A 还有这第一个可以关注一下 CA1 它是个布尔形 胶尔那边传的是2 所以C元接受到的是1 如果胶尔那边传的是 比如说我这里改 稍做一点修改 什么呢 我把它改成 Force False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再运行的话 会发现 它接收到的值 跑到C元当中 它就是Force Botting 再看一下 你看这个就是0了 好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就把 Java的基本数据类型 对应的GNI类型 转型式类型 把这个技术就讲完了 当然这后面还有一点 就是说这不错 对应的GNI类型 怎么转型式类型 我们下节课 来讲解这一部分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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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